不过因为这边环境可能因为说外挂部分有点问题 所以装起来好像同学都有错误讯息 那先用我的或怎么样 先解决这个问题 反正先可以跑 那知道说是因为拼拼凑凑做出来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new一个新的专案 不过特别主要新专案的话 记得那个步骤也不要做错了 因为它就new一定是一个new一个 理论上它应该会跳出来 这个 这边有一个那个 我们用的是Python的专案 PyDiff这个 然后呢你选的时候记得名称 如果已经有这个专案名称 你就不能在一个专案一样的名称 不然会出错 还有这边一定要选3.6 然后这边用SRC Finish出来就OK了 那一样在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 理论上应该这边会出现 不过我这个好像没出现 module 然后按一个finish 然后把程式打上去 可以把它run起来 不过run起来你会发现 它目前 会有一些警告 这边有一个上 好像这个名称 它好像觉得是不合法的名称 也许它里面有内建类似的函数存在 那我们把它全部把它run起来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8出现 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字太小 怎么办 按右键 如果说你要把字放大的话 有几个方法 直接在这个环境上方 去做设定 那设定的方法 记得 这边的话 你一样找到 这个 这叫 Preferences Preferences 这加S Preferences里面的话 就是去做什么呢 它的设定 不过它不太好找 记得就是说 一先到它的这个第一个选项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color 记得上面这个general里面 这个底下的color and form 然后找到basic 基本的什么呢 字的部分是 test form 然后你就点它两下 或者edit也可以 把这个选项点两下之后 原来字是10号字 这个有点像那个VBA 里面预设是9号字差不多 不过VBA显然是比较好设定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就好 那这边的话 按右键之后 Preferences 这里面的话 你就要找到 记得 这可能 也有点要讨记忆力吧 然后呢 basic里面 会有一个这个 把它改一下 至于改多大 我的习惯至少要改到 大概14号字差不多吧 才会刚好大小 按OK 好 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关掉 字放大了 有没有 这个时候有没有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大 你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OK 写程式的话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如果执行 它会有个问题 假如说 我要printr之后呢 我要在前面做一个什么 加种 冒号 输出的话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要在前面 加一个字串 有没有 然后串接 特别重要 vba是用end符号 用end 对不对 不过呢 在python里面 是用加号 它不管是 数字也好 或者是字串也好 都是加号 统一都用加号 那我这边 加一个什么呢 特别重要 加种 冒号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 加一个加种 冒号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输出 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在vba里面 写类似的写法OK 但是呢 在python里面 你把它执行会怎么样 它会出现 错误讯息 特别是你们以后 应该会常常看到 这个红色字 因为只要你打错程式 就会出现红色的错误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它答案 已经告诉你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 这个环境的好处是 你要除错 非常简单 这个就是你错的那一行 第四行 这一行错 那为什么错 不过你要慢慢习惯 看懂它的叙述 它说什么呢 print这个 这个里面的问题是 你的关键字在这里 type type就是你资料形态 l就是你的错误 typel就是你这个错误 它说什么呢 必须要是自串 不能够是int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刚刚单独输出的话 它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前面串一个什么 自串 那你后面呢 也必须要是自串 不然的话呢 就会出错了 ok 你怎么知道 这要怎么串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要变自串的话 很简单 请你在这个sum 它本来是int 对不对 int是整数的意思 那你就必须在sum的前面 加一个什么 srt 意思就是说呢 利用这个srt的 这个关键字 srt意思就是说 帮我转成自串 要不要跟 srt 跟这样 srt 就string 缩写 srt 你就加在前面就可以 srt 它就帮你怎么样 把int 转成自串 再跟后面串接 再输出 那就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还蛮麻烦的 在VBA里面 这一点就不用 因为我觉得VBA 相较于python 它比较有人情味一点 为什么 因为写错都没有关系 它自动帮你转换 在python没有帮你转换的 这一回事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哦 这个也是最容易 犯的错误啦 因为很多同学 就是习惯 如果你在VBA习惯 不转型直接输出 是ok的 但是在这里不行 它一定是前面是自串 后面也必须转成自串 才能做输出 所以这边把它直接实行 你可以看到 加总 这边8 它实际上就是怎么样 就是 它这个做法是说 它本来是8 但是STR之后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的8 有没有 自串8 才能够跟前面串在一起 不过VBA都不用 VBA它是自动的 其实它不是不用 它太自动了 所以让你觉得 它好像不用 其实是要的 所以你以前写Java 写不管什么都要 只有VBA不用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顺便 学一下就是一个方选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 那个Sum里面呢 它是哪一种资料形态的话 那你可以print有没有 加一个type t 有没有 打个t就出来 type type type是形态嘛 你就可以刮呼一下 那把什么呢 把Sum里面放的那个资料形态告诉我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把它print出来 它就会什么 type 这个形态执行一下 看一下 这个上里面放什么 它跟你讲说 里面放的是int 有没有 那 再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再加一个str str就是 当它转换成为 字串之后呢 再把type显示出来 看一下 有没有 str 它就已经帮你转换了 OK 可以看懂这意思 这个type意思就是说 你把变数放到里面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变数里面 现在是放哪一种类型的 哪一种资料形态的资料在里面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我刚刚主要两个部分 一个是按右键 你把这个设定 把它改这个字放大 我字放大可能要找一下 这个可能有时候basic里面 再会点两下 找一下 因为我以前不管开发什么 都用Eclipse 所以这个还蛮熟的 那再来就是说呢 把这边呢 再做一个加种 但是必须转型 多学一个type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要用Eclipse 来开发 因为一个最大的原因是 它其实可以让你 很方便自动帮你 打出很多层次 这一点是我觉得 我蛮喜欢的 因为你如果用其他工具开发 它不会提示 就是不会提示 所以有时候习惯用这个环境 你在用那种 不会提示的环境 你就会觉得有点痛苦 因为很多东西都不提示 打起来 很多东西都要把它记起来 像这个环境 像你打print 你打个p 它print就出来了 这一点倒是还蛮方便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慢慢习惯这个环境 未来其实 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简单到复杂的程式呢 都必须透过Eclipse 帮我们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它其实好处就是 第一个你可以做 这个专案的管理 第二个的话呢 你可以有很多的 像除错也好 或者帮你撰写一些程式的提示 它这个部分是还蛮强大的